欢迎收听由大灰狼为您播讲的摩天记第241回 古南城中众多的修炼者对叶天梅的身份纷纷猜测了起来 不久之后就有那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人 把他的身份全部都挖了出来 自然引得一干人等是嘖嘖称奇 在这个消息传开没有多长时间后 古南城又流传出另外一则更为震撼的消息 说是古南城中近一年来无故失踪的外地宁业境壮年难修 竟然全部和这如玉夫人有关 据说她以吸取这些难修原扬和精血为代价 来修炼一门邪门至极的功法 从而突破修为上的瓶颈 随着此传闻的 虽然引了不少散修和一些相关的大小势力不满 大有呢要将筋骨对此事给出一个交代的意思 如此一来整个筋骨势力范围之内就被都卷入到此风波 好一阵大乱 但是不久之后 筋骨那边立即派遣高层抵达古南城 对此事加以否认 虽然说谁都知道无风不起了 这些呢不过是筋骨方面的片面之词罢了 事实若非如此 那名化精妻女建修 原和千里迢迢前来杀人 但是谁会天真到去做出头鸟啊 得罪筋骨这般庞然大物 有谁能有一条小命还能流血啊 但这样一来 不少修炼者一想到夜天梅沙 如雨夫人的事 自然案子较好 对其惊人的胆识更是连连钦佩 古南城北方不远 一座光彩意意中年白雾缭绕的环形山脉 山中一处修建的近乎奢侈的洞府中 几名神态各异的修士正围坐在铺团上 这些人大多气息明后 既有人族海族也有其他异族之人 但均都是一身紫袍 袖口上明印着一颗金石状的图案 浑身散发着若有若无的波动 给人一种极为诡异的感觉 这些人呢正是筋骨的化精妻存在 此刻每个人的脸上表情都不大一样 有的流露出思索之意 有的隐隐流露出了愤怒之色 还有的呀眉头皱起似在担忧什么 扮上过后 一名袖口上明印着一颗金色金石状图案的白发老者 从众人脸上扫过之后缓缓开口 几位长老啊 现在对此事可有什么看法了 说话的正是金骨谷主 一名修为已经达到化精后期 实力足以排进边缘岛前三的真正强者 孙谷主 这叶天梅金沙如玉夫人一事 的确让人颇有些头疼 若是稍微处理不当 我看恐怕会给金骨带来意想不到的灾祸吧 一名黄发海族男子说完之后苦笑了一声 啊 刘长老你倒是说说会有什么灾祸呀 是 顾主 首先 据下面调查得知 这名叫叶天梅的女子一身建修法术 那是修炼的初神入化 虽然本身实力嘛 只是化精初期 但是 因身为建修 恐怕一帮化精后期也奈何他不得的 其次嘛 他的另外一层身份 乃是云川联盟的一位长老 在联盟中地位尊贵 我们动他就意味着和云川联盟交恶 这对本国发展可是极为不利啊 哈哈 刘长老 交恶就交恶 凭我们辛苦如今的底气和实力 难道说还需要怕期许一个云川联盟 何必要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的威风 一个身材其矮的精壮汉子一声冷笑打断了他的话 若只是面对一个云川联盟 的确不足以让我们惧怕 可是 你可曾想过 到那个时候万宝山和黑雁公 又会是何种态度 他们两家可都一直在对本谷虎视眈眈呢 别远岛上 金谷 万宝山和黑雁公 呈三足鼎立之势 表面上看似是相处无视 但暗争的争斗 却一直都没停过 毫不客气的说吧 一旦有一方的势力稍微出现一点闪失 立即就会被另外两大势力给蚕食 在此情况之下 若金谷真与云川联盟交恶 甚至于发生争斗 万宝山和黑雁公自然乐得来做这个后来的黄雀的 此言一出 在座的其他金谷长老脸上也渐渐变得郑重起来 显然也大都在头疼此事啊 孙谷主脸上也是流露出了思索之色 半赏才继续开口说道 刘长老所说虽然有礼此事总归又有一个处理之法 本谷终不能就这么一直拖下去吧 否则在外人看来可会留有不小的笑柄啊 谷主 此事倒也不难处理 这叶天梅杀的是麻树副谷主的双修伴侣 对此呢 我们大可以啊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和整个金谷的利益比起来 一名宁业妻女子实在是算不上什么大事 况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此女还并不是本谷正式成员 如今呢 麻树已经带着苗长老和其他一干属下 去追杀那叶天梅了 这应该算是麻谷主的私事 我们金谷方面可以表面上不管不问 既不去阻止麻谷谷主的行动 但是也不用派人相助麻谷谷主去追杀叶天梅 以后呢 若是真要面对云川联盟质问的时候嘛 我们大可以说 这只是其二人之间的个人恩怨 本谷嘛并没有插手二者之间的丝毫事情 相信那个时候 云川联盟即便愤怒也是无话可说呀 一个山羊胡须 脸生青斑的老者 面露奸诈之色 文定此言在座不少人纷纷点头称事 嗯 这个主意不错 王府谷主不愧 唯我金谷智囊 的确是一个两全的文拓之法 让本谷有不少的回旋余地啊 孙谷主过奖了 对了 如意夫人消息传出一事 乃是我和孟宁长老擅自做主 没有立刻加以阻止传播的 还望谷主不要见怪才是 我和孟长老这样做 也是希望让外界知道 金谷和那些失踪的宁业镜修士啊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牵扯 好 你们既然是为本谷折想 本谷主怎么会再加以责备呢 此刻的蒙宁 脸上的表情却十分平静 不知道他心里边在想什么 距古南城千里之外的一处飓风之上 一袭白衣飘飘的叶天梅正屏风而立 鲜细如玉葱般的手上 仅仅握着一柄银色长剑 那剑身在阳光的照耀之下 闪动着夺目的光滑 他眼眸中涌动着无法形容的奇寒 身上的白衣烈烈飞舞 不知道是为身上的灵力之气所震 还是天空中的寒风所吹 他身前对面摆杖之外的另一座山峰上 另有两名气势惊人的老者副手而立 其附近不远处的虚空中 还有其他七八名宁夜镜的修士四散而开 全都如林大敌一般的望向了叶天梅 吊梅老者当初啊 自纳玉通过催动秘书从洞府出发 一路不停追踪三天三夜 却在一座荒山之上 见到如意妇人的头颅自然是悲由心生啊 待他看到了叶天梅三字后 更是怒不可遏 仰天长笑 便从袖中弹出一团火球 将眼前的头颅化为灰烬 随之一动冲天而起 继续破空 向叶天梅追去 现如亲马属和另外一名短须旧目的老者 满脸猙獰的盯着对面飓风上的白衣女子 贱人 你好大的胆子呀 不但擅闯老夫洞府 将老夫所有的农仆斩杀殆尽 而且还将老夫的双修伴侣也杀了 此仇事不共戴天 今天无论如何 你休想再离开此地了 哼 马属 你那位伴侣做过些什么好事 不用我提醒你吧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还要什么交代 今天就是说的天花乱坠 也休想了生理此地 那也要看看两位道友 是否真有这等本事了 还刚落 绝天叶天梅身上 含义骤然大圣 手中长剑一抖 身体一阵模糊 就化为了一道荧光 从所在飓风之上一跃而起 向对面的飓风 使鸡翅而去 马属殿撞了单手一翻 手中就浮现出了一个 巴掌大小的金色的圆盘 他心中法觉一摧 体内法力顿时是狂涌而出 圆盘顿时迎风暴涨啊 眨眼的功夫 就化为了直径 十余杖巨大金光闪闪的 力在其身前 马属 身为金谷复古主 自然知道剑修之术的犀利 在叶天梅施展剑术的瞬间 第一时间呢 就祭出了防御法器 另外那名短虚老者 则脸色一沉 单手抛出了一个黑色圆球 双手上不断的掐动法觉 同时口中念念有词 扑的一声 黑色圆球上 五色符纹一阵模糊 便有一条巨型的蜈蚣身影闪现而出 挡在身前 只见此蜈蚣身朝二十余杖 通体赤红 双目式 红光闪动 身上萦绕着一层淡淡的血雾 给人一种相当诡异恐怖的感觉 此刻 在一声尖锐的尖笑之下 银色见光已经闪现在了麻树寄出的那道圆盘之前 眼看就要斩在这圆盘之上时 银光骤人暴力而开 一下则化为了近百道剑影 向四面八方击视而去 激烈的惨叫声当中啊 一朵朵绚丽的火花在半空击视而起 附近便有两名宁业镜修士 猝不提防之下就在禁过后尽数惨死 剩余的几名宁业镜修士剑子 心下大害 纷纷祭出了手中的俘虏灵器 给各自加持了树层蒙蒙光照 想要抵挡 一时之间的各色光芒闪动 而当铺天盖地的剑芒闪过之后 砰砰之声是不绝于耳啊 有四名宁业镜麻树手下护体光照 碎裂成了无数片的光电 随之在惨叫声当中被搅成了肉泥了 瞬间就只剩下了两名修为最高的 宁业镜后期修炼者 仍然依靠手中灵器在苦苦支撑着 可是他们满脸的绝望 半空之中又是一声冷哼传出 叶天眉身影骤然闪现而出 手腕一抖当即又有大片的剑光 一闪而逝 那两名宁业镜后期修士 身前光照一颤之后 当即和所催的灵器啊 顿时应声暴力而开 两个人连坑都没坑一声 身躯就在寒光闪动当中 被斩成了无数节 可怜这几名金骨灵师啊 还没看清叶天眉的身影 就被其以雷霆手段轰杀 这一切的变化之快 如同电光火石一般迅速 找死 马术眼见自己一个疏忽 竟然叶天眉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击杀自己这么多的属相 不仅是大怒啊 一声大喝 发指一捏 右手轻轻点在了圆盘之上 呜呜的声音当中啊 这圆盘顿时划破了半空 对着叶天眉飞了过去 而另一边呢 一阵兴风过后 巨型蜈蚣一个模糊 就骤然出现在了叶天眉身前 锋利的巨足一动 当即就发出了吱吱吱声 冲着叶天眉暴雨一般的狂瓷而去 同时口中喷出了一团团的绿色的毒物 由于他的动作尾时太快 只能看到一道道赤红的残影 不断的在叶天眉的附近是若隐若现 宛如鬼魅一般的 叶天眉呢 一声娇斥 身前当即一片片银色的剑影浮现而出 不时的和赤影撞击到一起 并且发出了轰鸣鸣的巨响之声 这个时候圆盘呼啸而至 眼瞅着就要撞到剑影上的时候 却见那白色光影一闪 人就在原地 漠然不见了 在疯狂的旋转当中 圆盘堪堪的从叶天眉原先站立之处一划而过 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筋痕 但是一声怪笑过后 又化为了一团金光 飞回到了麻树身前 下一刻 空间波动一起 叶天眉便出现在了巨型蜈蚣上空 只见他单手掐绝 一指银色长剑 剑身立即又飞选出了一道粗大的剑光 发出了耀眼至极的光芒 接着一太深压顶之势 毫不犹豫地向蜈蚣头顶狠狠斩去 但听撒一声 巨型的蜈蚣体表啊 血光一散 竟被巨大的剑影直接从上至下 斩成了两半 那名金谷长老见蜈蚣傀儡备展大怒 突然向一旁的麻树一时眼色 旋即呢 单手又抛出了一个圆球 瞎绝过后 圆球中又变化出了一只 树丈高的巨型的蚕鱼 那蚕鱼落地之后 后腿卷曲着跪在了地上 前腿支撑 腹部一阵鼓动 默然巨口一张 喷出了树臀 墨绿色的雾气 狂风一气之后 竟然顺时之间 变像叶天梅 淹没在其中了 一只后世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摩天记第242回